2018年10月11日,星期四,农历九月初三五虚年人虚约柄子日,特级生肖,牛,猴,龙,次级生肖,鼠,虎,猪,尽日带衰,兔,羊,骂,喜身方位,喜南方,财身方位,喜南方,仪,结婚,订婚,搬家,出行,宴会,开业,交易,签约,解除,置业,纳财, 出货,仿债,待见,复润,开光,祈福,求寺,见人口,沐浴,冻土,清造,装修,祭祀,安造,破土,积仔,祭,恩,幸运数字,零,其幸运颜色,咖色,红色,棕色,一丑牛,正宴主事,陆河即兴入命,数牛人打放逸彩,即兴高照的一天, 在实际和贵人的助力下,做事的新应手,有机会大展身手,一鸣惊人,人际魅力高涨,一整天都拥有好心情,也因此好运能一直录着你 事业运势,一个好汉三个帮,工作会遇到一些困难,但贵人相助让你顺利度过难关 财运运势,财运还不错,但不是从天而降的那一种,以自己大胆去开房后,才看得到财路 赶紧运势,单身者桃花旺盛,出门一谢后,美满爱情,彼此欣赏,倾诉健身,健康运势,精力充沛,状态不错的一天 旺财方位,此日立月朝北方出行,南方不宜,望运宝贝,白脑,望运颜色,红色,生肖贵人,蛇,二身猴,七山主事,三河即兴入命 属猴员即兴高涨,运势大好的一天,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对事情的敏感度提高 工作首到期来,容易获得领导表扬,此外有机会参加聚会活动,开懒活泼的你成为大家的焦点 事业运势,今日独有事业方面好的信息和机缘出现,您好好掌握 财运运势,财运贫顺,小友斩获,转集运势,爱情是交长里短,易如既往,虽无风花雪月,但如雪,回归平淡,也必有一番滋味 健康运势,健康运良好,适合食用甜品,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健康运势 旺财方位,利于朝东南道出行,西北方不宜,旺运宝贝,玉石,旺运颜色,黄色,蜜色,生肖桂然,龙,三成龙 偏运主事,三合即兴入命,蜀龙人今天热情高涨,头脑清晰,特别是对专业知识的悟性很高,容易有机会展现自己的领导才能 同时还有更多时间来学习新知识,提升各方面能力 贵人助力强,适合谈合作,尤其业务者容易有意外惊喜 事业运势,事业工作上发现好的商机,需要好好把握 财运运势,财运旺盛 如进行合作调材知识,会有较好的生活 感情运势,爱恋的人和你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与其把精力放在对方身上,不如让自己变得更有魅力哦 健康运势,健康运平旋,适合食用带有辣味的食物 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健康运势 旺财方位,此欲利于长北方出行,西南方不宜 旺运宝贝,金,旺运颜色,白色,生肖桂然,猴,四子鼠 正才主事,叔叔仍有财神爷灵门的好运 得财轻松不费力 而且以往的投资获利比想象中还要丰厚 令你激动不已,头脑清晰 心态平稳,工作状态极佳 做技术来得心应手,容易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事业运势,能够积极主动的去执行预定知识 在稳定中缓缓发展,这也是明智之举呢 财运运势,财运一般,没什么大的投资机会 尽管一天也好,转积运势,爱情还是要浪漫一些 太现实会让对方觉得无聊,失去情绪呦 健康运势,健康运平顺,适合带食油有辣味的食物 又助于防寒保暖,旺财方位,利欲潮西方出行 东方不宜,望运宝贝,金,望运颜色,白色,生肖贵然,鸡,五银虎 时身主事,熟虎人今天公词分明 凡事已工作为重,头脑清晰,任认真真做事 容易高质量高效率完成任务,画上圆满的句号 此外休闲时间增多,不妨和久违联系的朋友联络下吧 事业运势,工作找不到方向,思绪混乱时 不妨问问另一半的意见,亦获得一些新的启示 财运运势 若有朋友在经济上向你求助,可要量力而为 不可打中脸充胖子 不然自己也陷入财政危机,可就有点头痛了 转积运势,恋爱运不是很理想 转移对感情的注意力,否则越关心越容易搞砸我 健康运势,好身材是需要锻炼和保持的 不要光羡慕哦 旺财方位,此日利欲潮南方出行 西方不移,望运宝贝,玉石,望运颜色 黄色,生肖贵然,狗,用害猪 偏财主事,闲持桃花入命 鼠中原今天的偏财运真是太好了 令周围人羡慕不已 适合投资理财,容易获得丰厚的钱财 爱情运较差 大身者虽然身边异性不少 但真正的有缘人还未出现 不要轻易投入一段感情 需耐心等待 事业运势 事业工作平稳空间大 多有好的生活 但需注意合作 愿离小人 财运运势 虽然小有积蓄 但内心中被破财的恐慌 一直未曾褪去 建议守财 感情运势 感情上需要有所克制 不要太过贪心 小心烂桃花油 健康运势 健康运良好 适合食用带有咸味的食物 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健康运势 旺采方位 利于朝东北方出行 西南方不宜 旺运宝贝 既旺运颜色 白色生肖贵人 既旺运宝贝 既旺运颜色 白色 生肖贵人 既 既四舌 比金主事 属神人今天还算不错 思路容易打开 遇到小瓶颈也能足之多谋 顺利度过 另外电话中与人交流 定要保持清洁语调 容易有好消息到来 如果有多余时间 各月上好友一起去游泳 增进感情的同时还能减压 事业运势 今日事业运不错 你说的话 你提第一件 他人都颇愿意接受 尤其是主管阶级者 今日与员工沟通上 显得得心应手 财运运势 尽上天花的日子 不用花费太多心力就有生活耶 转情运势 与愿人花钱约下 所有的疲劳都会一扫而空 只有无限的容情 健康运势 健康也保持得不错 好的状态让你觉得生活处处是阳光 旺菜方位 此日立月朝西方出行 东北方不宜 望运宝贝 金 望运颜色 白色 生肖贵人 鸡 八虚狗 偏运主事 疏狗人今天的运势低落 如果想要靠工作来麻痹自己不是聪明的做法 不仅容易出错 而且效率也会变低 建议选择适合自己的解压方法 此外除了工作方面的压力 人际关系也有所下降 容易与身边人发生不愉快之事 事业运势 事业和工作发展空间的 多友好的选择局地 需要认真对待 财运运势 财运评 会有一笔小偏财收入囊中 感情运势 沟通是门艺术 学会沟通不仅能够帮你快速脱单 还有额外的惊喜 健康运势 健康运良好 适合食用带有苦味的食物 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健康运势 旺采方位 利于朝东方出行 西方不宜 望运宝贝 买老 望运颜色 红色 生肖贵然 蛇 九友姬 正观主事 天喜桃花入命 自有相破 属击人今天情绪不高 内心贪图安逸的想法较重 做事更缺乏积极性 小心被领导责备 哦 还有做事还容易急躁 凭借自己感觉的同时 也要稍微的结合实际才更好 事业运势 会因为太过忍难而为其他同事指示 去做一些打杂的事情 要建立自己的原则 才会被尊重我 财运运势 借助别人提供的投资信息 会让你拥有较好的财运 要把握良机 感情运势 一本不错的书或一部有趣的电影都会是你们热议的话题 两个人的心灵越来越有默契 健康浴室 不要吃生冷的食品 好身体远与好习惯 旺菜方位 立月朝东北方出行 西方不一 旺月宝贝 浴室 旺月颜色 黄色 蜜色 生肖贵然 龙 神 马兔 真观主事 红轮桃花入命 子貌相形 蜀兔人情绪起伏较大 这不仅对生活工作有影响 而且如不加以控制脾气 还有可能影响人际关系 事业运势 秉持多做事 少说话的原则 倘若被人指责时 已勇于认错 财运运势 此经多有钱财所好 不一介待机投资之事 感情运势 今天和爱人有点疏离 需要制造浪漫来增进感情 或是送送小礼物 健康运势 需要注意预防灭尿系统 红伤 肢体方面的磕胖质伤 适合食用素食及蔬菜类的食物 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健康运势 旺财方位 此日利于潮汐北方出行 东北方不宜 旺运宝贝 水晶 旺运颜色 蓝色 生肖贵然 猪 十一位羊 正宴主事 犯害刷新入命 闲时桃花入命 鼠羊人运势低迷 注视不顺的一天 不仅工作生活不如人意 而且出门遇到堵车的可能性很大 不是一路赶红灯 就是发生意外之事 心情不佳 事业运势 今日犯小人较重 因他是做事 凡事不可抢求 以免着热烦恼 才愿运势 不要被贪婪蒙蔽了双眼 警方骗局 注意手材 感情运势 今日烂桃花运势比较旺 需注意自我调整 以免着热烂桃花而影响自身今后运势 健康运势 需要多注意脾胃和血液方面的健康恢复 适合食用带有苦味的食物 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健康运势 旺财方位 此日利于朝南方出行 北方不宜 望运宝贝 水晶 望运颜色 黑色 蓝色 生肖贵然 猪 十二五麻 节财主事 半虫刷新入命 数码人今天比较敏感 容易因他人的依据 玩笑话 或一个动作而生气 钱财有处无尽 花费较高 趋势当控制 另外要注意身体健康 有任何的不舒服都不可轻视 即时就一 事业运势 近日事业工作方面多有变动 变数的信息出现 利于选择出差级调整知识 投资稍息慎重 财运势 钱财上暂时没有较大的危机 但是注意手财 感情运势 感情容易出现突然干扫 而产生隔阂 需注意双方的信任 注意沟通 健康运势 健康运停顺 适合食用带有酸味的食物 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健康运势 旺采方位 此日利于朝东方出行 西方不宜 旺运宝贝 石木 旺运颜色 红色 青色 生肖贵然 虎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流估 合 火 中 添